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斯科特8月16日呼吁国会对总统拜登处理阿富汗问题的方式进行调查 他还提及了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拜登的可能性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抨击拜登引发了阿富汗灾难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17日表示 美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尽可能多地从阿富汗撤离美国公民和翻译人员 据统计有5000至1万名美国公民滞留在阿富汗喀布尔地区 三个美国军事基地准备在未来几周内接纳多达22000名阿富汗盟友 另一方面阿富汗塔利班17日举行进入喀布尔后的首次记者会 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说不想重复任何战争 并表示不会采取报复行动 宣布大赦所有政府官员并敦促其返回工作岗位 欧盟方面各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就阿富汗当前局势召开特别会议 呼吁阿富汗各方尊重做出的所有承诺 进一步寻求包容全面和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 美国卫生专家预计将建议所有美国人 无论年龄大小在接受第二针后的八个月内 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以确保抵御德尔塔遍体的传播 联邦卫生官员一直在积极研究是否需要在金秋提供加强针 他们回顾了美国的病例术以及以色列等其他国家的情况 初步研究表明在1月份接种疫苗的人当中 疫苗对严重疾病的保护作用下降 据有关人士透露 政府预计最快将于本周宣布强化建议 首先接受加强针的可能是医护人员 养老院居民和其他老年美国人 他们是去年12月疫苗获得FDA紧急使用授权后 首批接受疫苗接种的美国人之一 洛杉矶联合学区8月16日正式开学 但由于健康状况线上系统Daily Pass被挤爆无法操作 需现场检查每人的新冠检测阴性报告 导致校外大排长龙 也有学校的学生因为没有阴性检测报告 现场排队接受新冠快筛 结果为阴性才可入校 根据周一晚先时候公布的数据统计 该学区大约81%的学生在8月2日至15日期间 接受了新冠基线检测 其中3255人的病毒检测呈阳性 测试阳性率约为0.8% 虽然面对面教学回归 但学区仍然提供线上教学 目前有12456位学生 相当于约3%的学生选择网课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旗下太空公司蓝色起源 8月16日宣布起诉美国宇航局NASA 原因是仍然不服NASA将载人月球着陆器合同 只授予了SpaceX 质疑NASA的非法和不适当的评估提案 这场竞标是Atmos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NASA提出的登月计划 目标是2024年重返月球 并致力于将第一位女宇航员 和第一位有色人种送上月球 今年4月 NASA最终选择了SpaceX及其星际飞船 成为在2024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的运载工具 此次起诉是蓝色起源第二次试图改变NASA的决定 早在竞标结果出来以后 他们就向美国政府问责局提出申诉 但被驳回 中国国家航天局8月17日宣布 目前驻荣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超过90个火星日 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获取了大量数据 驻荣号火星车已经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 自今年5月15日成功着陆火星以来 以累计行驶889米 科学载荷已获取约10GB的原始数据 巡视探测期间 驻荣号火星车获取的火星地形地貌数据 气象数据 光谱数据已经完成相关处理和质量验证工作 目前火星车状态良好 步履稳健 能源充足 后续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路交界地带行驶 实施拓展任务 就是良荣号火星车的情意 有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